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李嘉超 由Youtube被封殺事件上升到外交層次 中國外交部及港府都二份填膺 批評Youtube做法完全錯誤 不過行政會議召集人 兼李嘉超競選辦主席團成員 陳志思即是試圖為事件降溫 並表示搞大件事 對誰都沒有好處 週四晚上約7時半 特區政府發聲明收到回應李嘉超Youtube被封事件 政府發言人稱 對此事深表憤慨 並表示對於外國勢力以任何理由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 影響特首選舉順利舉行 政府和社會各界一致強烈反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即表示 Google公司以遵守制裁為藉口 今當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的政治工具 是完全錯誤及無理 而且用心嫌惡 他還證告美國及西方要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雖然港府及外交部都擺出一副 你若犯我雖遠諸之的撤撤逼人姿態 但李嘉超競選辦主席團成員 陳智思卻試圖為事件降溫 他認為李嘉超Youtube被封 純粟單一事件 政府無需採取任何反制裁措施 因為就算採取任何反制裁措施 都未必有實際作用 他還表示如果搞大件事 對任何人都無好處 雖然現時香港親共陣營內的很多人 一提美國意志 周無語錄上腦 大呼美帝國主義亡 我知心不死 不過近年來不少建制派KOL 積極在YouTube上開拓市場 即使李嘉超頻道被封 他們仍沒有退出美帝國主義的社交平台意願 在YouTube擁有訂閱人數超過30萬的工聯會 陳詠欣明明確表明 不會轉場 反指西方國家不想藍營利用這些平台 他們更加搖用 會在這些平台繼續說好香港故事 中國故事 14日 美國國務院兩名負責民主人權及鴉臺事務的高級官員 與5名香港社運人士及專家召開視像會議 社運人士張崑陽作為與會者之一 促請美國制裁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 張崑陽指以往此類會議多為國會舉辦 今次美國國務院舉行失為罕見 而且討論時間長 出席的官員級別亦相當高 他認為美國在俄乎戰爭期間分身不下 仍願意花時間舉行會議 顯示美國政府仍關注香港問題 張崑陽說 很多與會社運人士均認為香港已失去司法獨立 國安案件須由指定法官審理 這些法官有得手親自任命 是中共操控的棋子 整個司法審訊都是政治主導 過去案例都證明國安法 指定法官所提出的法律理據背離普通法 對於香港未來情況 張崑陽香港的營商環境 建基於自信流通 一旦已失去新聞自由 網絡自由亦有人憂 尤其是香港下屆政府將會定立網絡安全法 張崑陽指一系列跡象表示 香港將走向更威權 更新疆化 管控將更嚴格 如果當局為網絡安全法立法 最直接的參考是大陸2017年訂立的網絡安全法 他俗指大陸提出一種網絡主權概念 共產黨認為網絡都是有主權領土之分 如果此概念延伸到香港 可以預見的是當局將落實數據本地化 即網絡數據一定要基存在本地的中央數據庫 這將是香港未來的一大人憂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會以旨在了解香港的人權狀況 以及聆聽與會者的建議 讓美國和國際社會了解如何採取凝對措施 美國將會繼續關注大陸和香港問題 並繼續促成北京兌現承諾 與香港高度自治以及人權和自由 4月21日報道 博鵬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 在海南博鵬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主旨演講 根據新華社的新聞通稿 習近平演講所說的 反對濫用單邊制裁和場碑管轄部分 讓國際機構和分析人士猜測 其擔心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他說 任何脫勾、斷工、極限施壓的行徑 都是根本行不通 路透社評論認為 北京經常批評西方的制裁措施 包括對俄羅斯的制裁 但都一直小心翼翼地幫助莫斯科 這可能導致西方對北京的制裁 目前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已經超過6000項 由於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 俄羅斯正面臨30年以來最困難的局面 在聯合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關鍵投票中 北京當局投了棄權票 中國官媒還幫助俄羅斯擴散虛假信息 以及一再將發動戰爭的責任推給美國和北約 在這種情況下 北京當局正在遭受異級制裁的邊緣試探 中國社科院專家警告說 北京當局一旦遭到美國制裁 巨額的海外投資可能面臨清零 天干政經團隊認為 習近平約下令對台灣或其他國家發動戰爭 面臨著被歐美國家制裁 國際法庭起訴等 若遭到經濟制裁 目前擁有的1.068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會被美國財政部凍結 在美國儲存的黃金都會被封存 雖然中國央行聲稱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但中國全口境外債達到2.7萬億美元 已經連續11個季度上升 也就是說 北京當局實際可以動用的外匯儲備並不多 如果北京當局要用人民幣上還外債 這樣人民幣的主權信用 瞬間就不存在 在國際上就不用想再有蠟燭之地 早前有消息稱 台灣正在收緊對港人移民台灣的政策 不過日前傳出好消息 主管香港事務的台灣官員表示 台灣計劃修例 准許包括在台香港抗爭者在內的香港人 可以循就業途徑移民台灣 有在台香港抗爭者對此表示歡迎 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副主任委員 兼發燕印邱瑞正 在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 陸委會目前已經對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提出修正建議 如果符合在台灣工作連續居留5年 最後一年的每月收入達基本工資2倍等條件 即可申請在台定居 有在台香港抗爭者表示歡迎 認為收法對那些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就學 而選擇就業的在台香港抗爭者定居 要入籍台灣有幫助 預料台灣政府將於5月1日 對修正建議作出公布 邱瑞正形容今次修例意義重大 形同在基有投資移民、尊財移民 及就學愛為港人開闢一條就業定居的路 預料將由不少港人受惠 特別是專業人士、百嶺階級的港人 至於有關專業工作者的修訂 是否為及年紀較輕、剋力淺的流亡抗爭者 有瑞正表示 台灣政府會針對個案的情形審作 來妥適處理 一直關注流亡港人權益的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對修例都表示歡迎 同時他們都強調 台灣極需要一套完整的難民庇護機制 因為台灣目前仍然以國家安全及抗爭者 自立等為由 拒絕鄉在台香港抗爭者給予備護居留 週四是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96歲生日 不過 屍頭婆這一日並無公開活動 只是低調過生日 消息指 官方的女王丹慎活動將會在6月 連同女王登基70週年輕典一同舉行 但事從擔心她未必可以出席所有登基70週年慶典 週四 英國皇室發布兩張英女王的新照片 分別是女王兩歲時的舊照 以及她近日與外區的合照 據悉 與外區的合照是在上月 在溫沙部拍攝 當時女王身穿深綠色外套 相信此舉有紀念生前喜歡蜜綠色的 菲娜襯王之意 應女王於1926年4月21日 在倫敦出生 不過 溫沙皇室習慣將君主生日慶祝活動 定在日照較多 天氣較溫暖的6月舉行 而週四女王生日這一日 皇室成員繼續日常工作 女王本人則被拍到 在生日當天上午 由司機接載到喪德領埃武莊園附近兜風 據喪德領埃武莊園的員工透露 女王的親友會在週末期間到訪為她慶生 屆時各人會約茶點和生日蛋糕 但相信奔客數量不多 這一年她的生日將一齊重簡 皇室消息透露 女王近月行動有點不變 侍從擔心她未必可以出席 所有登基70週年慶典 屆時最終的